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有的 2020年我们被病毒打乱了所有人的脚步 有些人的人生甚至重新改写 但也是因为这场疫情让我们在家里有更多的时间思考 重新衡量事物的价值和我们固有的价值观 那包括对家庭事业 家人健康 孩子教育 以及财产保护等等等等问题都做了重新定位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从4月份开始我一直处在繁忙状态 钢琴销售的业绩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三倍还多 特别是施坦维钢琴的销量远远大于前几年 那这个疫情给我的亲生感受就是 一开始呢人们疯狂购买口罩 卫生纸和消毒液 再后来人们就疯狂购买施坦维钢琴 当然了我现在这么说你会觉得我是在讲一个笑话 但实际上呢这也恰恰证明有了逆境的考验 真正值得购买的产品才会被广大消费者承认和接纳 其实您说的这一点非常的有趣 在疫情期间很多的零售行业都受到了打击 而且包括失业率在上升 很多的商场商铺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为什么大家会选择购买钢琴 并且选择斯坦维钢琴呢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疫情期间呢 孩子在家除了念书以外 他们就更认真的练琴了 那家长看到孩子在不停的努力 所以说他们就愿意为孩子投资一台 失坦维钢琴 或者投资一台更好的三角钢琴 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想应该有下面的几点 第一是大家都知道 失坦维钢琴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 没有之一 它是世界上做工最精良 音色最优美 表现能力最强的钢琴 自1853年 这个叫失坦维的德国移民 从汉堡移民到纽约到现在 失坦维一直都是最不惜工本制作钢琴的公司 琴本身已经成为了钢琴界音色 触感 美学和投资价值的行业标准 所有的钢琴茶家共同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做出像失坦维一样的优质钢琴 而一台手工制作的失坦维钢琴需要320个工人花一整年的时间时间来制作 哇 这个制作的工序非常的长 是的 是的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家选择失坦威 就是失坦威有它的投资性 那有人就会问Renee 你又不在银行工作 又不是投资专家 怎么还敢跑到这儿来讲投资呀 但我今天真是来给大家讲投资的 冠状病毒把卫生危机变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人们对未来的惶恐和对投资前景的不确定 让更多家庭把眼光放在了失坦威的钢琴上 失坦威钢琴投资的回报率 虽然不能像有些投资产品一样 回报率非常非常的高 但回报率绝对是有的 更重要的是 你同时还投资了你家里最值得投资的人 你的孩子 是的 你投资的是你的孩子 而且这个投资不是展示性的 我能保证这台钢琴为你的家族三代人服务 一百年以后它还会像今天一样动听乐耳 因为其实钢琴它的使用的寿命非常的长 可以说是可以世代传承的是吗 是的 它的普通的使用寿命 是一百到一百二十年 所以它也会是一个在家里面保值甚至是争执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是的 非常非常好 那说到这儿就会说 保值都是销售说的 那我们就拿数字来说一下吧 如果你在1935年买一台斯坦威的中型的钢琴 Stanway Model M 那时候的价钱是一千块 那这台同样一台钢琴到了2012年 它的价格是6万块加币 哇 这个价值增长得非常之多了 是 那你就会问我 那今天这台钢琴多少钱 我在你来公司之前 我看看我们的价格单 它的价格应该在11万到12万加币之间 哇 这个真的是很难找到这么保值的投资的项目 非常难 非常难 那回头我们再来看看那台1935年的钢琴 现在值多少钱 如果你的维护得当的话 这台钢琴的市场价值大约在三万到三万五之间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台爷爷辈的钢琴 为拥有者这个家庭培养了多少爱音乐有素养的人 更盖了多少美的享受 我想问你啊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哪一个投资回报带给你的 会比斯坦威更多 更长久 是的 其实斯坦威钢琴呢 不只是说这个在金钱上的投资 而且还说是给我们的将来的下一代 甚至说是下下代 都可以带来这种艺术上的享受 并且呢还可以成为是这种艺术上的收藏的古董是吗 真的是这样 那除了它的投资性和教育培养性 那斯坦威呢 它还有它的实用性和娱乐性 斯坦威花了十年整的时间研制了它的自动演奏系统 是目前解析度最高的演奏系统 和传统的演奏系统不同 整个系统是在钢琴制作的一开始就安装在钢琴内部的 发出的声音和能量完全和真人现场演奏一模一样 那来自世界各地的斯坦威钢琴家分别在纽约 伦敦汉堡三个城市进行录制 斯坦威的app每两周更新一次 在钢琴自动演奏行业中 斯坦威是第一个免费为Spirit客户提供整个乐库的公司 曲目从肖邦贝多芬莫扎特到邓丽君张慧妹周杰伦 从巴赫时期到浪漫乐派从爵士到中国民间小调 这个系统满足了你对钢琴的全部想象 以前买钢琴单纯是为了给孩子练习 现在孩子练习大人心肠 肚子里的宝宝胎叫新生婴儿早叫 钢琴不再是单调的乐器 有斯坦威的客厅就是家庭音乐厅 是的所以说购买一台斯坦威钢琴回家之后 不仅是可以自己弹奏钢琴 在家里面也是可以欣赏到 随时随时的聆听到这些优扬的钢琴的乐曲 是的所以说在疫情期间 我们的自动演奏系统的钢琴就特别特别的受欢迎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付款方式的选择多面性 我们接受支付宝银联 加上最近一段时间汇率对使用人民币付款的客人非常有利 所以说我们的销量扶摇直上直逼去年的三倍还要多 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 而且说这个也非常方便我们国内的一些客人 给他们更多的付款方式的选择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即将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我们将继续请雷内璋与大家一起来分享 她在疫情期间成功地让钢琴销量逆风增长背后的故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